游泳池內開心和一對兒女細水 沒看錯照片中 正是郭台銘跟曾馨穎一家 最後在妻子在IG放上照片後 郭台銘也在臉書報告 郭董指自己在過年期間 除了把握時間 享受難得的天倫樂外 也與幾位在美國 從事不同產業的朋友們 針對國際震驚局勢 廣泛交換意見 還說儘管人在美國 卻心系台灣 這被稱為非綠聯盟的最強共主 看似磨刀霍霍 不過民進黨的賴清德 接下黨主席後 布局2024態勢越來越明 台南元宵盛市 鹽水風炮 賴清德返鄉發福蛋 市長在地明代陪同 佔一排道是不建議涉嫌會選 自請停權的議長邱莉莉等人 這是因為他們自知 賴清德打算清理戰場 開閘他們嗎 但向挑戰2024 賴清德當然不只要 台南越來越好 拜訪基層傾聽民意是必須 新北議員張景豪 臉書也曝光四日的相關拜會 其中還有一張 跟賴清德統徹照片 也願意坐下來跟著我們 分享他臺南的經驗 行政院長經驗 那甚至我們在討論過程中 比手畫腳 他也帶著我們去現場 抓緊時間車上討論 日前賴清德北市走春 也是拉著吳思瑤上車跑行程 這2024大險倒數中 每分每秒都重要 TVBS新聞 李國賢 邱宏柔 台報道